团结政府标榜肃摊 首相独自李安华就提醒公务员 如果发现有任何采信或违法行为 务必举报 就算对象是部长 副首相或是他本人 公普也应该勇于训斥 安华也苦口婆心地劝请公务员 必须保持一颗求变的心 推进改革 万万不能让安逸文化侵蚀公务员体系 首相安华今早在部城出席首相署的每月集会 对公务员耳提面命 强调如果国家出现太多纰漏 是不会成功的 对此公务员要勇于举报任何不当行为 不要姑息养奸 尤其是在公务员体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信息 有很多批评 要失败官员 如果有点儿的批评 也不仅调 如果有点儿的批评 如果有点儿批评 批评 我意识之后 如果有点儿批评 安华华风亦转,欲请公务员不要安于现状 尽管现有的公务员体系有一定优势 但到此一刻求变的心才能推进改革 千万别让安一文化蚕食体制 安华也要求首相,副首相和部长办公室的高级纪要密疏和首席纪要密疏的职务 必须由外交行政官员出任,更好的协调工作 他也感谢各部门都愿意听从劝诫 共同为国家发展出以奋力